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关注支持 本期视频是为所有打算抽万叶的朋友 带来的简单易懂攻略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同时向大家送上一波欧气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单抽出金 投币的朋友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 三连关注的朋友十连满命满金 欧气爆棚 首先来说一下万叶的定位 超强辅助,满命能输出 能聚怪,能增伤,人称夜天地 就拿深渊使用率来说 万叶基本上都是在前三的 接着来说一下万叶的圣移物选择 风套四剑套 接着圣移物主四条的选择 就和大家打算怎么培养万叶有关系了 是走辅助流还是输出流 万叶可以通过这个天赋 把自己的精通转化成全队角色的增伤 所以目前主流的万叶 都是对精通和充能的辅助 武器选择上面当然是专武最好 然后有朋友说西风也能用 但是精通流万叶暴击很低 这个特效不好触发 对于不抽武器池的玩家来说 万叶最好的选择是 记礼剑、铁峰刺、暗铁剑 前两者可以提供更高的增伤 后者更加激动灵活 万叶的关键命座 1.减少冷却 2.增加精通 6.变为输出 这里我个人建议 零刻月卡玩家抽个零命就可以了 因为用记礼剑可以把万叶假装成一命的 如果已经一命的朋友 建议抽一下两命更加强力 至于万叶的天赋加点 元素战技大于普攻 大于元素爆发 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加 如果是输出流满命之类的 那请什么都加 这是万叶1-90级所需的全部材料 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这是三个天赋1-10级所需的全部材料 至于万叶的配对 除了和炎系、物理系组C 没有办法很好的搭配 其他都可以 当然和风系的组C也不是太能搭配 不过另外四种元素的队伍 基本上都能搭配 狐行中雷九万般 神力涌动都行 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小body不歪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也诛 如果您也喜欢元神资讯 福利公月 不妨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